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坑英烈是王俊凯首次担任男主角 对于演员王俊凯来说意义非凡 剧集开播前 王俊凯发长微博为他饰演的顽皮小爷张宝庆打高 并直言成为张宝庆 是我在19岁生日前收到的最好礼物 足见他对这个角色的喜爱 发布会现场 王俊凯用三个词来形容张宝庆 我觉得第一个张宝庆那就是 是一个重度的自来手 重度的自来手 跟谁都能够加紧 然后张宝庆也是 非常有江湖的气息 就是很仗义的 对 就是很有学性 然后也非常潇洒 本人也很潇洒 然后他也是非常有 他也是硬骨头 就是他想做到的事情 就一定会去做到 一定会尽他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 这是我觉得就是在一些性格上面 不是特别想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很想的 就是对自己认定的事情 就是硬骨头 对对对 看不出来你竟然是这样的王俊凯 更让大家意外的还在后面呢 英魂少年团集体指认王俊凯是醉皮康尤 他们表示系里王俊凯总是自带弹幕的皮皮镜 西外则是运动神经高度发达的爱打血仗少年 这么爱运动 想必在零下几十度的极寒环境下拍摄 应该不会冷吧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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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俊凯透露 一开始拍内景 觉得戴帽子太热就没戴 结果到了冰天雪地的外景 因为要接戏 所以不能戴帽子 可惜后悔也晚了 我们其实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大连拍的 然后有一部分是在那个雪地拍的 在大连拍的时候有一个帽子 我就不想戴 因为戴着好热 就在棚内的时候 或者是在家里面 我就说能不带就别到这个自己把起来 然后到了东北 你跟我说接戏不能戴 我就很崩溃 论自坑小编 我指服王俊凯 更多精彩 请下载中国蓝TV